很不理性地快樂 我還煩夢是要...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桑妮營養師 桑妮營養師 我是營養師的阿父,我很安 我是阿凡哥哥哥來上班 今天我們要來教各位一道 可以吃又不會發胖的料理 他昨天跟我講說 我們要來做一道怎樣的料理 那我在想,還好我有一個賣魚的朋友 賣海鮮的啦 對,三十幾年了 阿嬤,妳怎樣?妳要煮什麼? 今天妳要煮大魚蝦 哈哈哈哈 大魚蝦啦 對啦,我們就是要煮鮮蝦豆腐吧 開車去囉 處理這個炸蝦 記得它的那個沙線 一定要把它拿出來 不然妳不猜妳要好的蝦 這個沙線沒有拿出來 妳整個吃下去那個口感 就全部都扣分 我不會把它切對半 因為我喜歡整隻的那個口感 它就是比較紮實 比較厚度比較有 那蝦頭呢 我會把它拿起來 等一下熬那個高湯 就這樣 妳這樣算一算一隻 可能要接近兩百塊 對啊,妳就叫我摸高蛋白 線柳的 線柳的 一隻可以換三個便當 一隻喔 哈哈 可以喔 哇,它這個啊 它這個一定要把它拿起來 這是沙線啊 妳沒有拿起來 妳看 喔 妳整個那個啊 口感 蝦的口感就影響了 拿來拿來拿 好 那這個要加起來嗎 對啊 對,對 要加起來 整個地方都把它剪掉 啊,妳不要加到手耶 不會啦 那老經驗才會加到手 對 啊,這個妳摸摸啦 摸摸摸摸 摸摸摸 摸摸摸 摸摸摸摸摸 摸摸摸摸摸摸 就是長得很像 摸摸摸摸摸 如果蝦子會肥它應該像 對 不新鮮的蝦 這個很容易喔 就摸摸摸摸就起來 那今天我們就是要在做我們的鮮蝦豆腐寶 這就是它昨天跟人家歡呼的啊 我們的蝦蝦 欸,滿大隻的耶 大蝦 大蝦 它是海裡的啊 剛剛有處理過 那要看說它是不是海裡的 看它的尾巴是不是彩色的 阿嬤妳怎麼吃過的 我吃過的不然餓得到 阿嬤妳怎麼煮 阿嬤妳等一下給妳吃看看 妳煮給妳吃看看 對 那我們準備的食材還有哪一些 我用蒟蒻麵 對,一般我們的是鮮蝦冬粉 因為我們要用日本的河粉 那營養師說 你乾脆用蒟蒻麵 蒟蒻麵的口感也很好 很好,很Q 而且重點是熱量很低 膳食纖維 對 還有冬果 明蝦 明蝦 然後豆腐 版竹 明蝦 除了版豆腐以外 因為營養師在交代說 它是低卡的 然後蒜子纖維多的 對,所以我們也要添加蔬菜 所以主體是蛋白質加蔬菜 那一道料理 那這個鮮蝦豆腐堡 其實我每次在做的時候 我都一定會加筍 那剛好昨天有一個朋友 送了我他的竹筍 把它切細絲 切絲都把它放進去 增加口感 再來 營養師說交代要多蔬菜 那我會又加了 杏鮑菇 對,切絲 一樣切絲 所以你就可以增加膳食纖維的量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調味 調味料的話 它就是有薑 蒜也是主角 然後我會加一點點的辣椒 不加也可以 那蔥白 蔥綠把它分開 這是最後 因為本來這一個 鮮蝦冬粉堡 它的一個主角是叫香菜 但是呢 香菜 因為呢 鮮蝦都做水分 也不好買 一般人都是用蠔油 加醬油 但我會只加醬油膏 但我這個菜色裡面 我不會加糖 其實醬油膏裡面就是有糖 對 還有就是一些米韁 米韁呢 它代替了酒、糖、味素 增加它的鮮甜味 這都是適量加這樣子 對,這適量 那當然還有我們的食用油 那我們準備要來做囉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我們的料理的第一步 對,爆蝦頭 那油量也是要控制 這是不是精華 我看很多人做就是這樣 這個步驟是精華 蝦頭不要丟掉啦 不要丟掉 不然以後做蝦寶 蝦頭丟掉了 要得很快 那這個火要煮到 要煮到 沒有太大 喔,煮到 蝦頭,妳有分到香味嗎? 有嗎? 那妳喔,如果不要讓它那麼多油 妳就要很耐心的下去用煎的 然後要很慢的火 那因為油量有一點點不足 再加一點油 再加一點點 原來妳就是這樣在控油喔 對啊,一定要啊 因為是妳的關係啊 是我的控制 對,對 這個蝦頭丟掉了 你看,它是很營養的 如果妳有高血壓是不是不能吃 因為膽固醇比較高 如果有高血脂的要避免 不能吃 那高血壓是不要吃太鹹 這如果燒很香 你再下去熬湯 哇,這個湯口就超級鮮甜的 一隻膽固要貼 那如果你油量越多的話 越好 它的蝦油會跑出來 欸,那個香味都不好 蝦子很像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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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那妳的湯頭,妳要吃嗎? 沒有啦,我QQ會補 妳的湯頭太油了 妳要吃肉 湯到肉,妳要搶哪一個? 要搶湯 搶湯 搶湯 你不是說搶湯嗎? 然後一點點的米酒下來 炒蝦還有人家說嗎? 有 其實是要很多的油量下去拌 那因為就是營養師說的 不能太多的油 如果是油量很多,下去炸 把那個蝦膏有沒有 逼出來 逼出來 我告訴妳喔 那個湯頭會更鮮甜 這時候 這個家妳看 因為我想要熬蝦高湯嘛 然後這邊就可以開大火 有沒有 因為湯也不用太多 喔,看起來有模有樣 對 捏的蝦膏喔 炒完之後要放到砂鍋 對,放到砂鍋 讓它去熬這些 哇,下去熬喔 它是要熬多久? 熬到 我等一下料全部放進去就OK 那個蝦味真的很香 我有疑問耶 它是砂鍋嗎? 它是陶鍋 它是陶鍋 不是砂鍋 然後再來是炒杏鮑菇 炒杏鮑菇 要把它炒起來 沒加油 沒有 不用要乾鍋下去炒杏鮑菇 然後因為這個菇類啊 會出水 會出水 然後出水出到 把它再水 再把它吸進去 這樣它就不會有菇味 出水再吸進去 對 給阿嬤吃健康一點 花烤可憐 花燥 是湯煮的嗎? 沒有油量喔 它就不好吃了 你看 有湯賣 有啦 又有啦 好 我要把蝦頭撿起來了 把蝦頭撿起來 蝦頭它是拿起來了 不是煮到尾 沒有 因為我們今天不是冬粉 所以它的吸水量很少 喔 冬粉吸水量對不對 對 加醬油膏 調味的時候火不要太大 對 兩湯匙就好了 嗯 有喔 有喔 你要看 哇 然後我會加 加一點點的味醂 因為味醂它代替了酒 代替了糖 代替了味素的功能 一湯匙就好 這個是10次吃 喔 很香對不對 後來 那我們要開鍋囉 現在來 喔 捏水 下面 麵 這要先下喔 因為這不吸水不吸油 嗯 下蔬菜 下竹筍 嗯 竹筍不用炒喔 不用 如果你們做蝦薄喔 記得放竹筍 然後因為我們都是高蛋白的嘛 要加豆腐 豆腐 那你現在是醬料丟進去喔 對啊 喔 很香啊 很香喔 但是感覺蠻油的 太淡的話再加一點點 不用了 我們吃這樣就好了 嗯 這蝦油的霸氣 這蝦油的霸氣 很香 今天 我有幫各位們 加菜 蝦蝦豬 好棒 阿嬤 阿嬤 因為阿嬤如果25號生日啊 喝龍蝦 順便幫他慶祝吃龍蝦 對 吃龍蝦 阿嬤 你有吃過嗎 我吃龍蝦 你有吃過嗎 阿嬤很會吃龍蝦 阿嬤很會吃龍蝦 那很多人會以為他膽過醇過高 其實你不要吃蝦頭就好 蝦頭交給我 那這個龍蝦其實也沒有很大的缺點 太貴了 就是太貴了 價格有點高啦 那我們今天就看阿嬤怎麼料理 準備來 煎龍蝦 先煎龍蝦 我油 我雖然用一湯匙 可是我是一半而已 你不要太大火 然後麵朝下 好 先煎一下再蓋開 先煎一下 那也不要太大火 太大火 其實不用太大火 不然它會焦喔 它會焦掉 加一點米酒 嗯 那現在都會用湯匙囉 對啊 我以前煮菜都是 習慣了好像 嗯 比較容易悶手 那悶多久 悶大概五到十分鐘吧 應該可以了吧 哇 喔 沒有 超霸氣生日看 是 是 阿嬤阿 做好了勒 好 別人生日是吃豬腳麵線 對啊 我生日是吃 那個 那個 牛蝦 豬肉麵 哈哈 那今天就是我們的 鮮蝦豆腐堡 因為我長那麼大了 也是第一次 幫阿嬤做生日 你好像沒有在台北 過過生日 沒有 那你生日都吃豬腳麵線嗎 對 都沒有 好 你下次都要吃肉 你不要再吃豬了 豬了 豬了來這裡 好 你這樣吃完之後 對啦 好可怕 好來 你看 喔 小麵粉喔 對 這個麵 喔 那脊肉麵很美味 對 因為脊肉麵 你看 不吸油 不吸水 很豐富 來 營養師 耶 好豐主 哈哈 蝦就是高蛋白的料理 那其實只要不吃蝦頭 其實蛋骨醇不會過高 吃看看 超過的好厲害 好醬 它現在都還在慶眼 對啊 你看那頭鍋有夠厲害 那日本的頭鍋 它不是可以只有做冬粉飽 它可以熬湯 牛肉滷汁 滷咖哩 滷咖哩都很好耶 你這樣燉這樣燉到 那豆腐也好吃 也不會鹹 剛好齁 但不是說要超生日快樂 對 就一直吃 一直吃 太好了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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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你身體健康 吃兩百 不要 不要 吃完 我們就帶好 沒有生日快樂 阿嬤你要身體健康 對 祝你身體健康 對 你身體健康 你身體健康 對 我會對你 會對小黃 我一直叫你 待會待你 待會你現在都不是 沒有啦 我要對小黃 對 你有什麼願望 什麼願望 你願望 我的願望 是要叫阿樂 要去建廚 叫阿樂 要去建廚 叫小黃族 一年來 一年來 三重 都寬 讓我吃到這樣 很營養 很富裕 重點 你身體還會用 對 我會對你 沒有問題 你對 這片上片晚隔兩天 就是阿嬤的生日 那最重要的就是 希望他身體健康 其實也沒有求別 其實我們也不是說 他要做什麼百萬Youtube 不是 其實當初的用意 只是說 可不可以給阿嬤說 少住院的機會 嗯 最感動的是 大家看我們的影片 然後 都跟我們朋友會說 他真的是因為我們 然後真的健康的瘦下 這樣會覺得 讓我們的分享 更有意義 不用啦 把你吃這樣 我爸氣吃囉 好壞喔 這個大蝦也很好吃 他非常富製 你都吃完後 你都喝得到 好啦 那今天就是我們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 按讚留言加分享 還要記得 開始 小鈴鐺 小鈴鐺 謝謝大家 我們夾完啦 你那個肉還沒吃 你還在創嗎 我還要給你吃 給你吃 給你吃吃 那麵仔才才吃 那放到麵仔才就不好吃 對 吃到這樣 這樣不好吃喔 你等一下吃吃 你等一下喔 不要硬仔 還要幫你那些想說 阿嬤才給我剩下 你